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上面上有两个少女 一个穿着白色的裙子 系着蓝色的腰带 在她的金色头发上还加有粉色的蝴蝶结 她正在练琴 而另一个穿着白领圈的红裙子 一手扣着钢琴 一手扶着椅子 她正在怎么样 听琴 她们一个神态从容 一个全神贯注 她们的表情也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好像也是一组美妙的和声 这应该是19世纪末期法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日常生活场景 这个具有典型的雷诺阿风格 一方面她运用了补色组合 您看蓝色和黄褶色 在白色的硬蹭之下显得非常醒悟 那背景中的穿帘也使各种补色达到完全和谐 另一方面雷诺阿始终关注人间形象 她能够让她描绘的对象洋溢着生命的光彩 都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据汇林所知 这个雷诺阿的甘情情少女至少有五幅 分别保存在巴黎奥塞博物馆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圣彼得堡国立东宫博物馆和巴黎菊原美术馆 还有一幅诗人收藏 那这一幅是在菊原美术馆里面的广藏 汇林时间 法国巴黎 阿始终关注人间